為了家具火車站旁邊的家具資深 廈期環境館正式專行變成廈期客廳 過去是台區客運站 因為空間應底加固 家具是政府向國公客運來行走 將空間、畫畫、搭造變成 可以提供入客的效果交流 辦理、電欄的多元空間 以廈期客廳為主題 入客一間出火車站 就能夠前途了解家具去 各行建設和文化 願景館的改造 我們最大的一個改變是 把願景館打開作為一個城市客廳 希望只有城市客廳這樣的一個定位 能夠更好地把家具的所有美好的事物展示出來 下次客聽官來介紹家具時的律師嚴格 未來中的創臉 心理通創新期待 家具設立美術館 和家具文創三條橫屋頂頂的景點 搭著文化心思路2.0價位 家具齊進校的工程度處整律懷前標示 因爲團隊將家具齊的風景點 及民散帶給車期客聽 如所有這道火車就可以很簡單 來瞭解蝦棋地下 通過這樣的空間的改造 也讓我們這個城市的願景 更好地能夠在嘉義的最中心 讓市民朋友還有我們全部的人民 都看到這樣的一個改變 嘉義之心蝦棋環境館 擺三九禮拜 肯定對華來開放 第一棟電纜伊悠鑑為主帝 後面將用悠鑑提供 食材新的嘉義市 除了提供一個交流 學習和休息的空間 也讓陸客套過環境館 親客體驗下期 記者就蘇醒 蔡宏寶德